今天是2021年的12月9号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来到了这个平渡市 呃李家村 然后李大哥的这个大棚里 然后这个大棚呢种的是黄瓜 然后你好李哥 哎你好 咱们这个巧克力是接触了几年了这个巧克力 巧克力就接触三年了 呃这三年一直在用着嘛 一直在用 呃那么咱们这个 这一个棚是有有几亩底啊 有几亩啊 我这个棚可正面就是正好是6比7这个平方 一亩底 正好是一亩底 呃然后咱这个棚也用了巧克力了是吧 呃用 呃那么咱这个棚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 我是从开始发地的时候我就用了 呃因为在一个棚用了一袋 一个棚用了一袋 就是发地的时候 正好瞄了之后 第四天左右 呃充了四十斤 让它离开它生干 离开它生干 充了四十斤充了四十斤 充了四十斤 这一直就没用回了 啊 这就都开始结果了之后 开始结果了之后 结果就是在三四五六天 种上以后 开始一直 每一次使用 基本上就在四十斤 三十四斤左右吧 呃在每次 现在就是每次使用的话 在三十斤到四十斤左右 嗯对 一目的 嗯 那么感觉用了咱们这个巧克力之后 效果啊 觉得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 和以前 呃用巧克力之后 你想在 在冬天吧 那种粉透都不脏了 瓜大精啊 啊 用巧克力之后 几乎没出现在这种现实 而且病毒制定检测 反过几乎没有病毒 病毒病 包括这春天了 在冬天这些 或者夏天 我这种用巧克力 都没出现过病毒 我看咱们这个大棚里这个样子是长得是非常的好啊 嗯 样子还有这个叶片可以帮我看一下 然后今天呢我们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呢 呃李大哥这个棚呢正好在摘这个果呀 这是刚抓起来的这个黄瓜 然后李大哥觉得连这个果个儿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我觉得刚才连这个果个儿也非常的好啊 是吧 嗯对 黄瓜你看这个标片亮度啊 啊这标管的用的他愿意要 啊这个表光还有这个亮度 都是色的都是非常的高的 嗯对 嗯 整体来说对咱们这个巧克力还是比较满意的吧李大哥 肯定还满意 肯定还满意 用反家了 啊也是咱们这个巧克力的一个 重视的一个粉色了可以说是吧 啊以后这个巧克力还用不用啊 肯定用 继续用的继续使用是吧 继续使用 行 希望咱们这个 今年能够大丰收 也感谢李大哥的一个对巧克力的一个支持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好